去年的稅收又超增3千億左右 拜託啊 苦民所苦 現在經濟通膨 物價飆漲得很厲害 拜託今年每個人普發現金1萬塊好不好 他整個結局2790億 那還債之後剩下1530億 然後1000億我們就是 預住在台電1000億的最佳預算的一個 不要去給台電 台電你給明年還是要給 後年還是要給 那只是政策錯誤 他材料上漲所以他也支持不下去 所以這個部分 他要漲他店價要漲了喔 對 他現在目前是要漲了 店價之後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還是要補助1000億 所以最佳1000億就 所以我們整個累計的剩餘 目前台電價600多億 謝謝 以上 一個人普發現金1萬塊 缺了錢我來告訴部長 謝謝 在111年的時候 有超收將近4千億 所以當時美人有發6千塊對不對 對 在112年我們執行 全民共享 那我相信很多委員有提到 那去年的操作 3600億 會發6千塊給民眾嗎 去年超出預算數 3600億是含中央跟地方 其實中央大概超出預算數大概是2000多億 2900億 所以有考慮 補發現金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決算數已經到的審計部了 那至於 對於超過預算數部分 我們的做法就是減少舉債 然後增加還債 所以去年我們除了變了預算1110億 我們多還了150億 所以我們還了1260億 這個是讓我們的債務能夠往下 不要一直不要累積 好 謝謝部長 所以沒有考慮 沒有考慮要發現金給全民 沒有沒有考慮 這個部分我們要累積我們的財政任性 謝謝部長 所以 部長妳好 委員好 看起來 對這個統籌分配稅款 大家都很關切 不過聽起來 大家覺得因為已經25年沒休了 的確有它修改的一個必要性 希望部長能多加油 委員的鼓勵謝謝 希望妳也可以名垂千石 讓大家每用一分錢的時候 地方都會想到 哇中央是在照顧地方的 請問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你覺得是老闆員工 還是夥伴關係 或者那個親密愛人的關係 我們是夥伴關係 很多都要攜手一起努力的 是既然是夥伴關係 我們就是成為你好我好 大家一起好的好夥伴 是的 今天 很高興 有22縣市 財政相關的 都來了 財政局都來了 那是不是請問一下 要尊重他們的意見 如果說不缺錢的請舉手 部長大家都缺啊 每個地方都熬熬逮捕啊 所以其實啊 也沒有講得那麼複雜 因為你如果問 113個立委 有的是不分區的 有的是海外 有的是比較專業的 他也沒有辦法說出 所以難來 那你22個講完 你不就結束了嗎 要尊重他們的感受 所以第一個 當 你問他們說 大家 現在目前的財務狀況 是缺的 就是缺的 好 請問 裡面 覺得 已經快窒息了 快受不了了 最缺的請舉手 最缺的啦 最缺的啦 趕快啊 你們舉手 就找部長要錢啊 好 很勇敢 你要說出 那個是哪一個地方 金門 金門 所以 我們可以感受到 缺的是金門 那有沒有不缺的 不缺的請舉手 好 另外剛才有一個覺得 比較缺的是哪一個地方 我們在考量的時候要給予尊重 因為是夥伴關係 部長你要多照顧他 照顧金門 還有哪裡比較缺的 請舉手不要放棄 不要客氣 所以其他也都不缺 請問 舉手 那一位是哪裡 南投也缺 南投 所以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就就事論事嘛 南投缺 我們要多關心他 至少給他多一點嘛 還有另外哪裡 花蓮 花蓮 所以花蓮也是缺的 這三個是缺的 還有剛剛有一個 哪一位 啊 新竹也缺 OK 新竹還有哪裡 那這樣 那這樣 麻煩一下 缺的請上來 要抱一下自己的縣市 來 主席請協助一下 我們各縣市有缺的 歡迎大家都上來抱一下 你們既然代表各縣市來 就要負責任喔 對 沒有你就把地方的心聲 藉這個機會 講給中央聽嘛 我們委員才知道說 到底誰有缺啊 先 抱一下你的縣市 然後 缺大概缺多少 按一下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來缺多少 金額啊 是因為現在建設都很多 尤其包括現在的基層 銷售改建還有一些 直接講了齁 你希望一年可以多補助你多少 一年呢 一年 這個金額 恐怕還是要 大概 一百億五十億都順便你搶 沒關係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建設也就是很虛擬 很擠的話 大概可以的話 一年多個兩百億的話 一年多兩百億 謝謝 台北市 下一個 委員好 我是桃園市政府代表 是 那桃園市最完身格的直轄市 那因為它的統籌加一般性補助款 都是六都最低的 那一般性補助款呢 排名甚至排名到第十七、第十八名 所以同籌的部分 你希望 一年可以增加多少 同籌的部分 因為我們相較 台北市的路程有 大概 相較剛剛 台北市的代表發言 其實我們同籌 這幾年 升格以後 大概少了上千億 那其實我們 沒有要要求那麼多 我們至少希望達成 跟六都的平均數 一樣就好了 大概多少 平均數大概多少 平均數大概 直接講沒關係啦 直接講 是大概 差了大概五百多億 五百多億 好謝謝 台灣五百億 那個 幫我記一下 來第三個 反正你們都講 然後缺多少 我們來想辦法 是一千億、兩千億 這樣才有辦法來進行嗎 不然每次大家天馬行空 講不完的 那沒有上來的 謝謝 你們就不要 來下一個 委員大家好 那我是代表新竹縣 新竹來 差多少 那目前我們各項 建設需求大概至少都 還有缺口大概上百億 所以至少希望有 一百億以上 一百億謝謝 下一位 委員好 我是南投新政府的代表 是 你好 因為這幾年就是南投縣的 很辛苦 差多少 因為觀光都不好 陸客沒來 對沒錯 所以對我們的 其實各項的那個 收入其實都影響很大 這邊的話 希望增加多少 至少就是要有五十億以上 幾億 五十億 好五十億謝謝 南投五十億 下一個 委員好 我這邊是新北市政府代表 是 那因為新北市真的是人口最多 沒錯 那因為很多各項建設都要支出 所以我們真的缺口是缺很多錢 然後每年的那個 預算差短也都是差了一百多億 那我們真的缺口 我們是少了 真的是五六百億啦 五六百億 那就是六百億好了 六百億 好不好 部長請你聽一聽他們的心聲啊 因為 新北啊 是 差最多了 以前縣的時候 就覺得縣是慘兮兮 嗷嗷待哺 升格成為直轄市了以後 真的 比起來差太多了 我們沒有 接上 升格的那個期待 所以拜託 請部長 在斟酌的時候 新北市啊 人又多 每次分配的平均人均 就是最低的 真的以前都是虧待新北很多了 這次記得要補回來啊 拜託 下一位 委員好 我是宜蘭縣政府的代表 謝謝 你差多少 宜蘭縣的部分 每年的差短大概 是七八十億 那最近的部分 因為會有各項經濟交通的 因為人很多啊 就講數字 我們希望大概 可以要那個 多多益善 那大概至少140億 140億 好謝謝 宜蘭下一個 委員好 我是花蓮縣政府的代表 花蓮對 對 花蓮是 災區 然後它是全國面積最大的 所以我們基層 基礎工程和道路橋樑 還有排水工程 我們是非常非常 沒關係 這個需要缺多少 對 我們至少100億 100億 花蓮100億 謝謝 下一位 委員好 我是金門縣的代表 金門對缺多少 那 金門縣 因為它現在連金門大橋 還有自來水 像這些 在台灣縣市 都是屬於中央負擔的 可是在金門 都要有金門負擔 是 那我們希望說 每年可以增加20億 20億而已 小事情 好 我們也聽進去了 下一個 各位好 我是台中市代表 因為台中市的目前來講 是重大共產齊聚的 在最近幾年 會 是 會有一個大幅度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們台中市的部分 比較收支差短的部分 大概是 應該要有300億 幾億 300 300億 謝謝 那也不多啦 因為你知道我們前幾年的稅收 超增4500億 我是要幫各地方找錢 再沒有錢再來找我 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幫部長找錢的 下一個 是 委員好 我是雲林縣代表 是 我們雲林縣 在每年的 在雲林縣內的 爭取的稅收 有700多億 可是我們雲林縣 再加上中央給我們的一般性補助款 特別的補助款 統統被稅款加了 通通加進來以後 也只能 預算只能到400億而已 是 所以差多少 所以這個收支的落差 我們是多貢獻了300多億 可是我們雲林縣有一些特別的犧牲 比如說我們的六青的重大的工業的污染的承受 所以大概均衡一下 你們覺得你差多少 一年 最少一百億 一百億 有你一百億 謝謝 下一位 委員好 我是新竹市政府的代表 是 新竹市是因為是科學園區的所在地 那我們創造了高額的稅收 但是銀利市的所得稅跟綜合所得稅 都是國稅 我們都上繳中央了 沒錯 但是我們新竹市配回的統籌分配稅 跟一般性補助款的配回率是全國最低的 好的 所以你希望再增加多少 統籌稅款 因為園區造成的外衣成本 像交通啊 教育 都是我們新竹市負擔 所以希望至少可以增加百億以上 謝謝 一百億 謝謝 請登記一下 下一位 委員你好 這裡是苗栗縣代表 那因為我們苗栗縣的部分呢 在那個 英九稅的這一塊呢 就是 算是上繳的這個稅收是比較多的 但是回饋給我們苗栗的話 相對於 就是其他縣市比起來是 差異非常大 那我們也希望說可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再多增加給我們差不多一百億 一百億謝謝 苗栗 下一個 委員好 這邊是嘉義市的代表 那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像我們嘉義市在做鐵路高架化 目前因為工程款也是大額的增加自從 需要增加很多 然後加上基本建設 所以我們也在蓋一個永續綠存循環中心 等等的一些需要 所以大概缺口是一百億左右 一百億好 我也努力啊 因為黃市長特別關心啊 是 因為這個都不分藍綠 地方就是民眾需要做的 中央就大力支持嘛 所以你們這個部分我也會大力來 來請委員大家支持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委員好 我是基隆市代表 基隆市 我們現在就是捷運也還正在 就是有需要大筆的經費 所以我們希望大概有九十到一百 九十到一百齁 好 我們也大力支持 因為北北基礎都是共同生活圈嘛 而且市長很認真在做 我們大力來支持 謝謝 委員好 我這邊是彭湖縣政府代表 那我們希望說這邊可以增加了二十五億左右 二十五億謝謝 澎湖 下一個 委員好 台南市政府代表 台南市政府每年的預算差短 大概是五六十億 以上謝謝 五六十億是不是 是 請問是哪裡 台南市政府 台南謝謝 五六十億 六十億的齁 台南市 我們招委也是台南的啊 所以我們會請郭文郭趙偉 一起為台南市加油 不分你我 下一個 委員大家好 我是臨江縣政府代表 我們大概是全國自首款 比例最低的限制證 主要差短大概是配額款 跟稅路稅多的短處 大概五億左右 幾億 部長馬上給他了啦 五億 然後一直每次都溝通 有困難什麼 你說你是哪一個地方 連江馬祖 連江馬祖 連江馬祖五億 好啦馬上給啦 好謝謝請回 好謝謝請回 那那個秘書人 總共加起來多少 正名 全部統計一下 你算一下 所以部長 我要告訴你的 我們每天 講天說地啊 加一加 大概沒有超過兩千億啦 然後一副苦哈哈 哇 講東講西 各位 敬愛的全國民眾 全身少花一點 就有錢了 各位民眾 大家想想看 這不過這一兩千億的事情 就解決了為什麼不做 脫了二十五年 不是本席說要做不做 是小英總統說要做 蘇貞昌老縣長說要做 賴清德總統以前說過 通通要做 我們為什麼不放下 政黨之見 正在民眾思考的立場 就幫他們一下吧 前瞻八千八百億 在這邊沒有幾分就通過了 加起來多少 兩千六百億吧 給你打個八折好了啦 那你就兩千億來算 那不是皆大歡喜的嗎 所以部長 本席在這裡要求你啊 禮拜三 你把需要經費的縣市長 都一次請過來 最後 請他們在所有立委面前 看到底缺什麼 缺多少金額 我們一起來幫他嘛 就如同你剛剛講的 中央地方什麼關係 是夥伴關係嘛 有什麼不能講 有什麼不能說的 拜託部長 要面對這個問題了 最後組記長 去年的稅收啊 又超增三千億左右 拜託啊 苦民所苦啊 現在 經濟通膨 物價飆漲得很厲害 拜託今年啊 每個人普發現金 一萬塊好不好 他整個結局 兩千七百九十億 那還債之後 剩下一千五百三十億 然後一千億 我們就是 一住在台電 一千億的最佳預算的 不要去給台電 台電你給明年還是要給 後年還是要給 可是問題是 那是政策錯誤 他材料上漲 所以他也支持不下去 所以這個部分 他要漲 他店價要漲了喔 對 他現在目前 事業上的店價之後 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還是要補助一千億 所以最佳一千億 所以我們整個 累積的剩餘目前 剩下六百多億 謝謝 一個人普發現金 一萬塊 缺了錢 我來告訴部長 謝謝 委員好 好 部長好 好 謝謝你 那今天討論的是這個 地方的這個財政化 收支劃分法 首先還是要感謝 部長這邊 呃 今年我們在努力喔 這個里長的這個 年終慰問金的部分 那 這個已經送到 院會準備要三讀通過 那當時也跟部長拜託 我們一定要來協助 怎麼樣用免稅 那我相信內政部這邊 一定有請教過財政部的意見喔 那現在這個版本出去是 里長可以免稅喔 那我代表全 呃 臺灣的里長 謝謝部長喔 這邊提議 那今天要討論的部分喔 也要跟部長請議的部分喔 5月才剛報完稅 那過去喔 我們都知道 111年 這個 稅收超增4千億 112年 稅收超增 3671億 那我請問 今年剛報完稅5月份喔 這個部長有沒有認為 今年會大概 超收稅收多少錢 呃 因為5月齁 是我們所得稅進帳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數額 那那目前來說 我們幾乎 呃 大概是跟我們的 預算數是差不多 目前來說 收齊的情形 所以預計不太會 今年沒有超收的情形嗎 呃 這個部分我們認為 應該要到下半年的以後 大概到10月才會更 見為明朗 因為9月份還有個 營所稅的佔繳稅款 好 那目前來說大概是跟 預算數的估算是差不多的 是 好謝謝部長齁 所以今年大概預計 目前不會有超收 不過要提醒部長的部分喔 在111年的時候 有超收將近4千億 所以當時每人有發6千塊 對不對 對在112年我們執行 呃全民共享 那我相信很多委員有提到 那去年超超收的3千6百億 會發 會發6千塊給民眾嗎 去年喔 超出預算數3千6百億 是含中央跟地方 其實中央大概超出預算數 大概是兩千多億 兩千 兩千九百億 所以有考慮 可以發普發現金嗎 呃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呃決算數已經到的 呃審計部了 那至於 呃對於超過預算數部分 我們的做法就是 減少舉債 然後增加還債 所以去年我們除了 編了預算1千1百1十億 我們多還了一 呃150億 所以我們還了一千兩百六十億 這個是讓我們的債務 能夠往下 不要一直不要累積 好 謝謝部長齁 所以沒有考慮 沒有考慮要 要發現金給全民 沒有沒有考慮 好 謝謝部長齁 謝謝部長齁 所以部長我這邊要跟你分享的一個 一個概念 就是說 這個我們都希望 這個減稅變民啊 所以 超中 超真的稅收 顧名師也要把稅收還給全民 所以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統籌分配款 人數 我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請教部長齁 我們為什麼要討論這個 新北市有四百萬的人口 請問一下 現在全台灣二十二個縣市 哪一個縣市人均統籌分配 中央分給地方人均是最低的 六度裡面哪一個縣市最低 先跟委員報告啊 稅收沒有所謂超增 因為每一塊錢都是按照法律收 是我們的實證數超過的預算數 對我剛剛跟部長的概念就是說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把它累積到財政的韌性裡面 其實也是為全民在做財務的一個 任性 就是發揮的一個考慮 就是要發揮給全民啦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全國的稅收 應該要以人數 來 中央統籌分配的地方 來部長你還沒回答我 六度裡面哪一個 哪一個縣市 這個人均 地方的人均是最少的 中央給地方人均是最少的 人均數 當然目前來說是 新北市 好 新北市嘛 新北市四百萬 他六都裡面 最低的 人口數最多 好第二個 那我請問一下 全台二十二個縣市 哪一個縣市 中央分配給地方的 這個統籌分配 人均也是最低的 中央統 您的意思 不是剛剛說 剛剛是六都 剛剛是六都 現在是全台灣二十二個縣市 哪個縣市也是最低的 縣市是不是 是哪一個啦 好我直接跟你 部長我直接跟你回答 也是新北市啊 所以我這邊 本席最不能接受 就是 新北市有四百萬的民眾 居然我們每一個人的人均 是最低的 跟剛剛我講的那個概念 完全 這個不能夠 相符 而且你們在報告裡面也寫說 在國民黨的提案裡面 你也說 分配公式以人口指標為主 亦導致人口數較多的縣市 獲配顯著優於其他同縣市 這個現在的結論 跟你我們現在真實呈現的數字 完全不相符 所以請教部長 如何 我要幫我們 新北市四百萬的人民 居民來發聲 如何 可以讓中央 可以比較照顧 我們新北市的居民 你們有沒有研究 怎麼樣來做 人口數本來就是一個 統籌分配稅款裡面指標之一 但是我們知道有的版本裡面 把人口數的全數拉得很高的話 會讓人口多的地方 會增加的數額會比較高 這個是一個計算出來 可以了解的一個事情 那另外 有沒有方式可以協助新北市 把中央分配給地方的統籌 分配款的金額給拉高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們不會只是針對新北市 我們必須要考慮是整個分配的均衡性 以及把相關的指標列出來 具有客觀 以及客觀性跟普遍性 所以我要報告部長就是說 現在喔 剛剛跟部長報告 新北市已經是六都最低 而且是全台灣二十二縣市最低 這個才華法已經二十五年沒有修了 所以這個問題喔 已經累積了二十幾年了 新北市整個整體的建設 真的是有被拖還 那我在跟部長請教喔 因為剛剛我有聽部長 其實你們非常認真 已經在演繹了 現在不管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版本喔 針對營業稅的部分喔 都應該要認為還稅於民 所以這邊都提出來了百分之一百的部分 認為要還稅於民喔 部長你們現在演繹的部分 針對營業稅的部分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你們是不是也有想說 營業稅的部分可以鬆動 可以在這個未來的財化法上做調整 修法原則裡有一個提升財政自主 這個部分會增加統籌 營業稅過去也是地方稅後 要改成國稅啦 從哪一個稅目上面去做比例性的調整 這個是要等到我們的分配公式計算出來以後 看需要的一個額度是多少再來做調整 好我要跟部長提醒的就是說 因為過去營業稅也是地方稅啦 而且我記得當時賴清德 不管是蘇稱昌院長 賴清德院長 而且賴清德院長 當時在行政院長的時候 還有開一個記者會 那當時我就有 我就有稍微得知 有透露出來 就是要把營業稅來做一個修正的一個動作 要還稅於民 所以希望說部長這部分 繼續一起努力 趕快把版本做出來 我相信這個才是全民之福 而且幫新北市民來謀福利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是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